去年12月 张汉和那扎三年情断 工作室双双声明宣布两人和平分手 据悉 张汉和那扎差点就结婚了 结果张汉是被分手 近日 有媒体拍到张汉和那扎在酒店偶遇 曾经被家恩爱 互相取暖的两个人 如今却形同陌路 1月19号 有媒体拍到张汉和那扎同时现身某酒店 张汉和那扎分手后首度偶遇 虽然之前说的是和平分手 但是见面后两人却像陌生人一样 那扎一直摆弄手机一次在等助理 刻意背过身子躲避张汉 而张汉也故作高冷无视那扎的存在 过了一块 那扎助理与那扎会合 随后那扎便扬长而去 而此时先行的张汉虽然一直故作高冷 但是在那扎走眼后 张汉的一个回眸戳中网友类点 张汉不经意间地偷瞄那扎 可以看出他心里一直爱着那扎 不过张汉也明白 已经分手的两个人还是各自安好 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是透露着无奈 当初郑爽想和张汉结婚 他却选择了视野 如今张汉想和那扎结婚 那扎却选择了视野 网友不禁感叹 真是因果循环啊